你好 欢迎收看这节财快讯 三星电子公布了第三季财报 主要受到了第一架智慧型手机销售成长 还有记忆体晶片价格大涨所赐 营收达到59.1兆韩元 获利较前年成长了25% 达到8.05兆韩元 优于市场预期 三星Mega系列手机主打大萤幕 总共有6.3寸和5.8寸两种机型 规格配备不输高阶机种 价格却很亲民 光是靠中低阶手机大卖 和记忆体晶片价格大涨所赐 第三季财报净利成长25% 来到8.05兆韩元 优于市场预期 我们看到年轻人换机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那我们也针对一些初次进入智慧型手机的 也有一些优惠方案 我想这个市场是蛮大的 摊开三星财报 智慧手机出货量增幅达到14%到16% 其中中低阶智慧手机销量较佳 高阶手机出货量则是停留在第二季水准 晶片业务更是获利翻倍爆增到2.06兆韩元 创三年新高 三星认为第四季晶片业绩渴望持续增强 但手机在年底假期销售旺季竞争百热化之下 成长恐怕趋缓 另外手机品牌厂宏达电近来传闻不断 继联想集团华为之后 再度传出大陆电信龙头中国移动有意入股 除了给予资金益助之外 双方还将在11月进行新机合作 消息已传快 宏达电回应绝非事实 只强调明年在大陆全球高阶智慧手机市占率 要达到15%以上目标 较今年增加一倍以上 林宋春富 看不到